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海海战留下多少百年遗憾 解析甲午之战叛讨大清拜英 新锐学者戴旭 陈彦 卢勇 以全新的视角本期为您讲述 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商之乐 海商 陆商 1894年9月17日 在黄海海面 北洋舰队12艘战舰 与日本舰队12艘战舰 爆发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蒸汽机铁角舰队的大散战 巨史料纪录 从12点55分开始 双方舰队在5000名左右的距离上 展开相互靠近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甲午大海战 拍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它有一点点遗憾 就是它只反映了甲午战争中的海战 而真实的甲午战争 实际上是在海战上和陆战上 几乎同时展开的 规模更加的宏大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探讨 当年这场真实的甲午战争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张小片 看看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1894年春 朝鲜爆发东穴党起义 朝鲜政府于6月3日 正式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 日本提前获悉朝鲜政府请求 认为这是对外扩张侵略的难得良机 为给自身入侵朝鲜找借口 积极怂恿又是清政府出兵朝鲜 6月2日 日本一同内阁做出入侵朝鲜 进而直接与清军开战的决定 清军首批部队于6月8日抵抄 日方以清军入朝为借口 大批调遣日军覆朝 迅速抢战从仁川至汉城一带 各战略要地 7月23日 日军汉然攻占朝鲜盲攻 25日 日本挟持朝鲜傀儡政 授权日军 驱逐屯住崖山的清军 当天 日本联合舰队在封岛附近海域 对中国运兵船高升号 及护航舰支发动突然袭击 从而引爆了中日甲午战争 前几期节目我们都探讨过 就日本早就想对中国动手了 但动手它有借口 所以之前的这个琉球事件 台湾那边它都找到借口了 这一次是朝鲜东学当起义 给它来了个借口 当时日本的外交大臣 陆奥宗光一听到这个起义以后 喜出望外 为什么 他觉得借口来了 所以当时他是命令 日本驻朝鲜的公使馆 让他们密切注视朝鲜政府的动向 尤其要注视一个人的动向 就是袁世凯 那么到1894年6月1号那一天 他们得知朝鲜政府已经决定 要向中国借兵 这个时候他们就派人去联系袁世凯 怂恿袁世凯 说中国应该出兵朝鲜 而且保证说我们这边肯定乐观其成 不会有什么动作 这样袁世凯就上当了 因为袁世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 我们这边一出兵朝鲜 日本马上就会利用这个借口 也出兵朝鲜 他应该想到的 袁世凯的发家就从朝鲜开始 他对朝鲜的情况很了解 第二他那个当时已经签了这个中日的天津条约 我觉得袁世凯怎么会猜不到呢 实际上他也想到 但当时呢只估计日本可能会派个百十来人上去 保护一下这个在朝鲜半岛上的日本人 那就相当于他中国当时大清的时候 相当于是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父 实际上还是这样 他还是双方对这个事件的战略判断不一致 那么这个朝鲜这个事件 东学党事件一出来以后呢 日本立即认为这个事件是向中国 是向大清国发起战略进攻的最好借口和最好时机 由于清朝是这样判断的 那么由于这个日本是这样判断的 随即就导致后边的事情就完全不同 包括双方往这个朝鲜调兵 调多少兵 在什么方位都完全不同 那么这个李鸿章呢 他这个命令这个总兵太原镇总兵叶士城 率领这个900名这个清兵 从大古射往崖山增援朝鲜 他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他选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崖山那个地方远离政治中心 就尽量的不要惹这个日本出兵 他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对考虑到这个这样一个因素 就是可能会容易引起日本的这个借口 怕引起日本的借口 你看我又没有出到这个平壤 我也没有出到汉城 我住在崖山了 这个样子还是想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 想避免和它发生战争 但是实际上就中国是6月6号决定出兵的 日本在6月2号 它的内阁 伊藤内阁已经决定出兵了 对呀 这就是双方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不同 那么就是说随即又导致双方 当你清朝这边好像是很外交的 因为你对朝鲜有义务 你出兵了 但日本提前在你出之前已经出了 那么出完以后 他又耍了很多的花招 还在那边就刚才您说的 还在那边通过蒙骗袁世凯 进而蒙蔽这个清朝 好像他很君子一样 那么实际上他早已经做好了 和清朝发生冲突的准备 同时他还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就是说你必须把清朝的军队全部驱逐出境 限你7月22号予以回答 那么他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之后 他给他们内部规定了 就是无论朝鲜政府执行不执行日本的最后通牒 日本也一定要开战 那袁世凯一直在朝鲜 然后这个日本给朝鲜的通牒 难道清平不知道吗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讲 实际上李鸿章也好 袁世凯也好 也都感觉到了 这个错误呢 是袁世凯也错了 李鸿章也错了 整个清朝都错了 那么由于这一系列的这个错误 导致最后你看 清朝出兵是在崖山 日本出兵是在仁川 直接就是战略位置 而且到了仁川以后直逼汉城 这就是战略行动 这就是为下一步 直接进攻平壤 直接打过鸭鲁江 直接在黄海上歼灭这个清军的舰队 他每一步都是完全设计好的 也就是按照我们前面说的上兵伐谋阶段 一直到现在的工程阶段 完整的一个系列 清清楚楚的一个安排 而且他对 但是我当时一直在关注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日本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那个大老师讲的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我倒是盯着清廷来看 我觉得有一句俗话叫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看从琉球一直到现在 实际上清朝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做 他就坚持一条 我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这个我能少点事就少点事 这个于是叫战略判断 不如说他的战略选择 他是无奈之举嘛 那么他这样就是说 与双方的意图不同 那么双方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判断就不同 那么这就直接导致了 清朝本来是想息事宁人 这边既对朝鲜完成了我的义务 同时我又避免了和日本的外交冲突 他是想这样做的 但是日本不是 日本存心就想挑起战争 那么你 他判断你出五千人 我要出六千人 事实上 清朝最后就是 他的总兵力 在这个当时这个东穴党起义的时候 他是有两千五百人 而日军已经达到了一万人 那这就迫使清军 已经到这个时候 他发现日本的意图了 那么这个时候 无论你避免不避免 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你想不想的问题 因为战争是双方的事情 那么清朝随即决定 要向这个崖山增援 那随即就引发了高升号事件 战争就此就全能打架了 1894年6月 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 已经愈发明显 大清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 纷纷请求增兵备战 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绪皇帝 户部尚书 翁同和为首的主战派 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 寄希望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体 1894年7月25日 日本不悬而战 在朝鲜封岛海面 突袭了北洋水师 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 高升号 他选择这个高升号 这是李鸿章的一个小聪明 他认为这个船 是英国的商船 就像你刚才讲的 是这么一个有名的商船 你敢打英国的船吗 那么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时候 整个大清国已经被英国出卖了 而英国和日本已经签署了秘密的条约 大清国又一个不知道 他又一次判断错误 他如果大清国直到日本和英国 已经签署了这样一个秘密联盟条约 他是不会用高升号这个船来运的 所以这件事上 李鸿章应该是小聪明 为什么 实际上这个宜和洋行 他也是在日本第一家开的外国公司 我想李鸿章肯定知道这个信息 他觉得以后洋行跟日本关系也不错 对吧 跟这边我是雇佣他 应该不会出事情 对 但他不知道的是 7月16号 日本和英国签署完秘密 这个叫英日通商条约 通商条约之后 接着下来 英国外交大臣就给日本外交大臣发了一份电报 说这份协议的签署 比你们打败大清国的军队还要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日本敢向高升号开战 是因为他们和英国之间有秘密的约定 意思就是说这个外交战和军事战 就是相互的一个支撑 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切割的一个阶段 配合的非常完美 那么这个时候是很完美 这个时候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密密外交 他大清国是不知道的 如果这个李鸿清朝要知道 这个英国和日本已经有密约了 那么他再用英国的商船 知道日本肯定打他 他为什么不租美国的商船和俄国的商船呢 说他租了英国 李鸿章肯自以为得意 你不敢打我 你打我以后 英国就会打你 李鸿章是这样想的 他没有想到人家主要 已经做了交易 你没看李鸿章在前面这个琉球各个事件中 他总是依赖于他的私交 包括他请格兰特去协调 李鸿章没准还真认为 自己和英国的那些人关系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对外交的定义是 私人交请来办公家的事 他不明白是国际法 包括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利益 国家利益 这个时候英国选择日本 是因为利益的去使 第二他像压赌一样 他认为日本至少是个亡命途吧 我非赢不可 你中国就没表现出我要赢的决心 所以他赌注压在了日本 我觉得还是李鸿章这方面有点大意 朝鲜战争密布 大清为何希望列强调停 英国伤轮运兵 日本为什么敢公开击沉 平壤一役 清军为何一溃青年 黄海海战留下多少百年遗恨 解析甲武之战探讨大清拜英 西瑞学者败迅 陈彦 卢勇 以全新的视角 本期为您讲述 甲武 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商之略 罕商 路商 从宏观上来看 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了 战前的形势是清军只有2500人 而日军已经达到了1万人 那么7月16号 李鸿章就紧急命令 要向朝鲜增援 增援多少呢 12000人 12000的清军 由魏汝贵的6000的盛军 马以昆的2000的益军 还有一个从海道 那么近平壤的是 左宝贵的4000的凤军 有陆路进 这是总共12000人 那么这是战场上的比例 战场上的双方的比较 要如果比较一下 双方当时的国家总兵力 那么大概是 清朝呢 是八旗 绿营 乡军 淮军 总共加起来 那么有35万人 那么这个时候 日本的 我们先比人数 总人数 应该在23万到26万之间 总兵力肯定是 清军战优势 那么海军这一块 海军的吨位 是中国的海军 总共是78次军舰 我这个是把所有的海军 全部算上了 就是你国家的实力 就三洋海军都算起来 对 那么这个总的排水量 是8万5000吨 那么这个日本 这个时候的军舰 是总共31艘 它的总的排水量 是7.2万吨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比双方海军的总实力 静态比较的话 清朝的优势非常明显 再好的武器 武器它自动不会打仗 它没有意义 你有这么多的武艺 有这么多的军 你有什么用呢 就像恩格斯说的 枪是不会自己动的 它需要 强有力的手和勇敢的心 这两个恰恰我们都没有 说的很精辟 那么它这一块 它因为它都没有 那么你清朝 你又不想打 那么这些都是死的数字 那么最实际上 就是35万的军队当中 真正能够作战的 也不过就是几万人 这个时候应该是 清朝的海军 北洋海军 总的海军 可能是2万多人 2万多人 应该说在人数上 在东北上 都比日本战有优势 但是在战斗精神上 在占领战术上 这些方面一比 就是徒有其表 徒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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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仗 就是甲午战争第一仗 就是封岛海战 是甲午战争的第一仗 对 这一仗哪怕不在 封岛海面发生 也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那这肯定的 就是不可避免的 那它当时这一仗 非常悲惨的是 一条商船 完全没有军舰护航 仅仅靠着自己的小聪明 就像一个充满敌意 充满危险的一个区域 就开去了 那这个悲剧在这里 它还是有护航的 具远和广义 有护航的 这种护航 我们可以在后边的 这个情况当中 你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战谷上来看 那么它的这个 事情一爆发 这两天今天去哪了 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是护航的 一艘跑了 另一艘呢 这个它就自焚了嘛 因为它受那个 只能搁浅 广义是非常英勇 它搁浅之后自焚 所以我刚才说的 没有护航 是没有真正的护航 你并不想去护航 三心而已的 你想你脸这些 一个最基本的赞助动作 你都做不出来吗 问题是这个 咱们说封岛海战也好 也可以说这个封岛事件也好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并没有引起 这个清政府的高度的重视 他们对战争的估计 还是不足 对 我觉得这个事上 反映出它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这个战备 你看看 都已经出兵了 都已经要去打仗了 你还不认真护航 那我们再看 后边一系列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说的 这个战争准备 实际上首先是 你思想上的准备 前面讲了 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 那么这个思想上的无准备 最后导致 我们先从军备上讲 直接是军备上的无准备 那么这个 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看 在海战当中 这个 首先是这些炮 这个是近日节制度 也就是大家 不停地在说这个问题 速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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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过了 这个十几年以后 这个时候的炮 主流的装备 应该是速射炮了 但是这个时候 清军非常少 这是直到 马上就要开战的 马上开战前 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李工章感到危险了 要求天 这个 也只不过是申请了 二十一门新式火炮 这新式火炮 但是海军衙门 与户部的意见 不一致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户部不给拨银子 那么这个 泡面就没有换上 那么直到最后是 到了这个 开战前的 六个月 才紧急换了一小批 实际上封岛海战爆发的时候 一直到爆发以后 清军都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但是就在清军没有准备的时候 陆战也几乎在同时打响了 这就是著名的平壤之战 平壤之战 是中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 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 一万七千人 进攻平壤的日军 一万六千多人 双方兵力相当 平壤城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清军还得到了朝鲜民众的支持 可惜主帅叶智超 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 由于其指挥失误 临枕脱逃导致清军溃败 影响了整个战局 你看这一场打完之后 日军在平壤城里 缴获了非常丰富的物资 这个物资 则和当时的库平营 有一千万两之具 包括大炮四十八门 枪有五十六万发 而且粮食有四千六百弹 这个粮食就很说明问题了 因为当时日本去打平壤的时候 带了两天的口粮 日本人喜欢吃饭团 就干饭团只有两天 弹药也是少量的弹药 那么我们这边这个四千六百弹 折合到现在的这个分量 大概有几十万斤的粮食 这样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清军能够坚持一下 日本人是打不下去的 这个我觉得它还是要回到 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上 还是因为清军没有想打 清朝没有想打 那么它如此到最后这些东西呢 都变成别人的战略品 那么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些粮食 弹药 武器 装备 人员 什么都比日本强 就是你没有想打 你不想打 由于清朝不想打 导致这个清军就没有准备打 问题啊 突然爆发的这个战争呢 你又不会打 不敢打 后来就导致一系列的一塌糊涂的 其实清军也是 清军的时候也是有机会的 因为它那个日军的平壤战役中 它是孤军奋战 然后它也是异地作战 同时它的后勤补给现在非常长 就当时它那个女团长啊 已经吃不上米饭了 其实他当时 大队长已经要每天喝稀饭 你说再坚持一下就可以 但是你不想打呀 日本人的这个这次作战 我觉得从军事上讲 它是很有冒险性的 它并不是一个像它前面搞外交 那么深思熟虑 它有冒进的这个嫌疑 这样同时也给清廷提供了 实际上可以战胜它的一个机会 这个假设呢 只是说在清朝也想打 日本也想打的情况下 它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日军它是孤军冒进 我也不认为它是这个 它冒险 你得承认它是一招险棋 因为它这个战略判断 就是清军不想打 这个决定 这个判断是有很大风险的 它确实是很有 是一个险棋 实际上从当时的战况来看 我们可以说 清政府的高层不想打 但是实际上 陆朝那些军官表现得非常英勇的 有一些军官 实际上那个时候 就在平常城下 它已经打成了一种角度的状态 之所以后来回书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首先 它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统帅 刚才那个戴老师说了 我们是实际上四陆军队 陆朝作战 虽然基本上都属于李鸿当的家庭 大多数属于怀军 但是这四陆军队的将领各不相处 很长一段时间 清政府没有委派一个统帅去管 他中间这个统帅 应该是名义上的统帅 还是有的 就是叶志超 叶志超是后来的 但问题 叶志超本身有巨大的短板 他本身是在成桓之战的时候 败退到平壤 我们就要来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谈平壤之战之前 我们要把成桓之战还是要说一说 因为不说到成桓之战 我们就不知道 那么在如此的一个坚固的平壤城 这么大的兵力 这么多的重炮 你怎么守不住 那就是因为你在成桓之战当中 这个陆军 清朝的陆军 已经是失了锐气 这一场战争 打败以后 败了 叶志超他们全都战败了 败了以后就向平壤奔逃 他就逃进了平壤城 这一群逃兵 在守这样一座奸城 也就是说美战必逃 逃到平壤城以后 那么日本军队打到了平壤城下 他又想跑 他被左宝贵就扣起来了 你的总司令被你的下属扣起来 这军队还能打吗 那么这时候左宝贵扣掉了 这个叶志超以后 自己穿上黄马裤 坐上平壤城头 这也是很鼓舞世纪的 很英雄的 很英勇的一个壮举 只会对日军的反抗 那么正是由于有左宝贵这一批人 那么还鼓舞了这一帮残兵的士气 那么还和日军在平壤城 这个争夺当中 还打出了一些有声有色的这样一些战斗吧 那么这个 由于他穿着黄马裤 他本身也不想活了 你这个目标又太显眼了 所以随机左宝贵就死了 就战死了 他一战死 叶志超又跑了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战之败 为什么才会出现 那么你后来说的这些 让人家搅和了这么多东西 他就不想打 他从成欢的时候你就跑 跑到平壤你还想跑 你被布下扣着你跑不掉 然后布下死了你又跑 这样的装怎么打呢 这个耻辱到今天都没有起发 他穿上引人的衣服跑 这像军人吗 而且你还是统帅 当然了 如果我们要反思教育 我们可以说到 这就是用人的腐败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 这个确实像戴老师说的 在之后的海战 也就是甲午战争中 第一场大规模的海战 黄海海战中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了 黄海海战 发生于1894年9月17日 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富朝援军 返航后 在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 遭遇日本联合舰队日军总结 战斗由此爆发 黄海海战历时约五个小时 其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 为近代世界海军史所罕见 这是甲午战争中 即封岛海战后的第二次海战 也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 主力决战 在这一战里面 北洋舰队损失非常大 被击乘5艘 击伤了4艘 但是他们经过4个小时 40分钟的决战 也重创了日本的舰队 总体来说 我觉得打得不像 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惨 但是这一战 确实也暴露出北洋舰队 很多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黄海决战 实际上在第一发炮弹打出的时候 双方各打出第一发炮弹的时候 黄海海战的胜负已经决出来了 至于说我们后来当然了 它也是已经打成混战了 我们看看第一炮 第一炮是1894年9月17号的12点50分 是北洋舰队先打的 是在双方舰队距离6000米的时候 并远舰先打了 对 因为这个时候北洋舰队 它这个旗舰呢 它的炮是大炮 打得远 它先开炮了 它6000米就开炮 这一炮打到海上去了 这个时候的日本舰队 没有一个军舰开炮的 它这个炮一响 北洋舰队的炮都开始打 所有日本舰队的军舰 还是没有开炮 一直向着这个北洋舰队挺进 又挺进了3000米 那么我们想一想 在挺进的3000米当中 北洋舰队居然没有一炮命中日本的舰队 好 现在轮到日本开炮了 日本的第一炮打到了定远舰上 把那个舰桥打掉了 把丁如昌的提督旗 一炮也打掉了 把丁如昌也打伤了 打伤了 你看一炮打在你的旗舰 打在你的指挥塔 打在你的司令旗 还把你的司令打伤了 就这一炮 北洋舰队的队形乱了 因为你没有 没有这个总指挥在那边指挥队形了 这也就是后来 那么这一炮奠定了整个黄海海战的结局 那么从这个上面能够 我觉得这一炮 它这一炮里边太值得琢磨了 这里边可以读出很多的东西 就这一炮 以后这些都不过是在解释这一炮的结果 仅此而已 当然这一炮确实反映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训练 装备的水平 我看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从装备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那么这个装备确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们面前这个是当年在黄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参战舰船 一开始参战的时候我们是持艘舰船 当然里面火力最强大 防护力最好 性能最先进的 总体性能最先进的是旗舰定远号 还有他的姊妹舰正远号 您看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定远舰 定远舰和他的姊妹舰 正远舰都是从德国买来的 当时买的时候 这两艘舰确实是比较先进的 说不上是世界一流 但是亚洲绝对是一流的 我们看看他的技术参数 整个舰长94.5米 宽是18.3米 吃水深是6.1米 整个舰的装甲防护非常的好 它的炮塔的装甲后是365毫米 甲板的装甲后是有75毫米 然后两旋的装甲是304毫米 舰桥的装甲是203毫米 整个防护力是非常的强的 而且火力也非常的强 对 那么现在你刚才说了 从物理数据上来分析 它非常的强 但是你再强的火力 打不准有什么用呢 我刚才又已经说过了 定远舰这一炮打过去以后 所有北洋军队的大炮都开炮了 那么一直到日本的舰队 开了3000米 居然还没有一炮命中 这就让我想到了 现在的时候 以色列教他们的飞行员 这和对方作战的时候 第一炮 你要命中对方战斗机的油箱 这是什么素质 这是什么标准 这又跟你的火力强大 跟你的炮口口径有什么关系呢 日本是宿舍炮 我们这边还是传统的后堂的火炮 它宿舍炮 此生说打出炮弹的数量 速度 我在一定的时间打出的速度 我现在说的是 你炮弹 别管你用什么时候的炮 你该不该打准 你这么多军舰 该不该有一炮打到人家军舰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那个时候日本人 他不是光买军舰赶超你 他还下细功夫 做小事情 他研究出了下赖火药 它那个火药 你炮弹总要有火药吧 它那个火药就是最早初期的那种灵敏性炸药 它灵敏性程度特别高 第二个它就是到什么程度呢 碰见绳索类的这个目标 只要触到触及它就爆炸 然后爆炸之后就会点燃火 所以当时你看那个黄海海战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舰都着火了 它那个火药的特性 好就好在哪 你着了火很难扑灭 它预见水照样烧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技术进步 但它就是使那个炮弹的杀伤力巨大 所以这些小的地方啊 就是后勤虽然小 细节虽然小 你再好的军舰得靠炮弹 再好的炮弹得靠火药 它是把这一点上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忽视的 对 陈老师讲的非常好 它是实际上局部反映了整体 你看你这个包括这个5G的这些火药的改进 这个那当然了 后边还有我们要反思教训的时候 还有这些装备训练啊 等等方方面面都很多 局部反映了整体 这个时候就是清军完全是一支没有准备的 没有战斗意志的 用人制度腐败的这样一支军队 那么它现在就遭遇到了这样一支最强大的最先进的这样一支海军的一个挑战 但是整个黄岸海战中呢还是有亮点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员和阵员 最后呢 坚持下来 在兵器上发挥主要救援的 还有这两支战 当然我们前面也强调过了 最需要的是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守 那么在实际上黄岸海战中呢 也涌现出了像邓时昌这样的民族英雄 他在志愿号受伤以后 冒死去撞那个戒号 那么我想这段航程呢 虽然很短 因为还没撞上去 他就沉没了 但是他应该说是我们近代海军史上最悲壮的这么一段航程 是 他也是这场战争呢 可以留给我们今天的正面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历史遗产 这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而且据记载邓时昌实际上当时是可以不死的 他落水以后 他的清兵拿着救生圈去救他 被他拒绝了 而且当时有个鱼雷艇也过去 想把他救上来 还是拒绝 到最后他自己养了个从未问 太阳 太阳 他的爱犬 爱犬不忍心 主人这么就沉下去了 过来 咬住他的手臂 邓史超就 拉他走 把他推开 他这个动作啊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具有双重意义 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与自己的军舰共存亡 这是西方海军的传统 那么他由于作为刘厄阳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人 那么他在 实际上呢 我就是说 他是少数的 从这个引进西方军舰当中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人家的传统 你自己的军舰共存亡 这一个以后在日本的军舰当中比比皆是 就是你的军舰成了你是不能活的 作为舰长 那么第二个 也具有中国军人这种传统的 传统的伍德 伍德也在里面 所以他后来这个 邓史超那个死了以后 光绪皇帝 他们为他提了一副对联 叫 这个叫 此日漫灰天下泪 有功 足壮海军威 有你就够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 来这个理解 那么甲午海战呢 我认为他这个这一场战斗 或者叫战役的失败 实际上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邓史超的这种精神 能够学到 或者能够给他弘扬下去 我觉得这一场真的也还是有他的意义 甲午年爆发的中日战争 很多人忽略了期间大国博弈的重要袭击 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三国演艺式的三角博弈 它怎样改变了东北亚力量的平衡 又如何导致了全球势力的重新洗牌 英国为什么放弃了中国这个传统的战略盟友 从此选择了日本 它为什么会成为十年后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并最终推动了俄国革命 更为重要的是 中日甲午战争是如何彻底打断了天朝帝国的变革之梦 敬请关注甲午唐栏目全新推出 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大型系列节目 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声 刚才我听你们说到这个邓世昌的时候 其实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这个电影 我现在作为军人来讲 这种精神我觉得正是我们这支军队 最宝贵最需要 也是最潜在的一个战斗力 邓世昌自成的那个身影 是黄海战争中最耀眼的光芒 那一瞬间的光芒会照耀千古 但是在北洋舰队的阵营里 还有另外一种人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方伯谦 纪远舰的管带 方伯谦这个人很有意思 非常聪明 很聪明的一个人 他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学英国的海军留学生 回来以后升官升得很快 他在风道海战中他先跑掉了 那次跑掉了没关系 他回来以后撒谎就蒙红过去 这次跑不掉了 因为丁乳舱本身就在现场 他跑回来以后 他自己还说是我自己的炮被打坏了 但事后检查是自己人为的破坏 在检查之前 丁乳舱已经意识到 他就逃兵 丁乳舱回来的时候 方伯先生不是先跑吗 他先跑到码头去迎接丁乳舱 一看到丁乳舱他就跪下来 请罪 丁乳舱马上就说当不起 方伯谈你的腿好快 这个时候就已经要收拾他了 这样的人应该是北洋间的赤路 那么从整个的甲午战争来看 几乎没有一场陆战和海战 清军没有逃兵的 没有逃将的 如果不是左宝贵 如果不是邓舱这些人在 那这一场战争 我觉得是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的赤路 那么他这个意义就远比我们对比军舰 对比装备 对比战术要重要的 清朝的时候已经是文官都贪财 武官都怕死 不能都怕死 大部分怕死 因为你要是说这个 对 张志昌和左宝国军的话 对 但你整个军队都这样了 或者叫 整个社会都这样 整个社会都这样 就东方小大团书的全民都腐败 全民都腐败的结果必然是全军都腐败 各打各的算盘 对 全军都腐败当中 纵使你有一些优秀的将领 像邓仁昌这样的 你为什么不让邓仁昌当海军司令 那就当不了 你看非常明显的对比 那个方伯谦 他海军有时候要去修 所有停靠的港口 都有方伯谦的房产 而且从方伯谦自己的日记来看 他去了好多房子小气 而邓仁昌从军以后 只回过三次家 一直住在军舰上 所以 这么优秀的情况 这又是一面镜子 内部的价 但是价是方伯谦的仕途 要比邓仁昌要一翻覆 对 我觉得 什么样的体制 就会提拔什么样的干部 什么样的主 什么样的有决定权的人 他就会用什么样的手下 同声相应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由于李鸿章的这样的私心 那么他用的这些主帅 全都是他的人 他的人又在用他的人 这就把最优秀的北洋舰队当中 或者叫当时整个大清国的水师当中 变成李家军了 在历史学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还是应该假设一下 一假设一下问题就全能出来了 除了邓仁昌 除了左宝贵 当然左宝贵是陆军 我们还说海军 海军里面还有一个人 我又说读历史的时候 在甲午战争之前 我一直在想 我说如果当时 那么清朝如果用这个人 做北洋水师的提督 那么最后用不着打甲午战争 那么在很早的 用不着到1894年 应该在很早的时间 在很远的地点 中日之间的历史账 早就了结了 这个人是姚文杜 姚文栋出生于1853年 祖于1929年 他1881年曾初始日本 既幼调父俄德等国 做随同办事 周里东西两阳 熟悉外部情史 1891年6月 任二品贤直立后补道 查探应免伤情 及颠免戒物 并绘图记载 诸有东北边防论 东乍杂著 云南勘解囚兵记得 这个人大概是一个 相当于现在这样一个 叫什么 是一个小职员 大概是像这种 这种叫 参蒙 不是 就是随缘 随缘笔记类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当大清国的水兵 都在日本的清楼 去在这边胡闹的时候 他一个人 在逛日本的这些书摊 在研究 在到各地 在港口这个地方 道路视察 实际上走在这一路上 当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大海上 他一个人就在 甲板上 这边走走 那边走走 他在测量 军舰所经过的地方 这个水深 他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军舰 后来停到长济港以后 他又在长济港 这个地方到处走 边走回来边画图 后来别人就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有遭一日的时候 我们大清国的监队 征服日本的时候 这就是航线 我们就要沿着这个航线进来 我们就从这个港口进 他把整个长济港 以及比长济港更大的 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地形全部都正常了 没有任何人安排他 那么他回来的时候 带回来了 他从日本收集到的资料 一个叫日本地理兵要 这个兵要 他以后把这个翻译成日文 再加了他很多 他自己的这个见解 以后印发到这个清军 的这个所有的军事单位 那么这个书是什么书呢 这是日本帝国陆军大学的教材 黄海海战的失败 后果是极其严重 极其严重 你失去了治海权 你失去了再打下去的勇气 他本土的门户也开了 对 本土的门户也打开了 对 加上在朝鲜平壤之战的失败 那么整个甲午战争的大局呢 实际上已经定下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迷信 当时期也没有了 没有了 当时听说黄海海战的这个结果以后 岩父啊 这也是这个比较早的留学英国的这个搬运起来 方伯谦的同学 他是 对 一起留学 在这个岩父 回来放声大哭 就中叶起来大哭 所以这个时候他这样一哭 我觉得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整个这种军心 迷信 士气 都低落了 所以有黄海海战的失败 随即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失败 像雪崩一样 不可收拾 这两艘呢 实际上啊 1883年都已经建好了 定远舰呢 在出旅航的时候啊 原定的计划 你出旅航 直接开到中国就交给中国了 原来想的呢 就是应该要定过好几艘 就是北洋也要 南洋也要 但是钱不够 因为定远和正远这两艘舰 加起来就花了三百二十多万来用 幸亏没买那么多 买那么多也没用 南洋的一炮未发 我们已经打败 在那样一个腐败的政府 腐败的体制 腐败的这像一个军制下 你有多少钱也是没用 你买太多了 到日本都俘虏 都脱走了 对 哪怕有再好一点的战舰 对吧 哪怕我们都换上了这个宿舍炮 它的结局也是一样 刘二舟将军讲得非常好 他说这个 他有那么多钱赔给日本 他居然不拿出这些钱去搞战备 不去建那个舰队 那你怎么办呢 你中国人骨子里就是羊 你就不是狼 你又长得那么胖 而且是小肥羊 说得非常对 这个羊和狼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 这个清朝呢 他实际上呢 人的本性是改变不大 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 这个舰队的阵列啊 这么雄装的舰队 你怎么感受 感慨万千 这样的悲剧 再也不要重演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我看到这一个 这个舰队的构图的时候啊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 如果你是一只羊 给你戴上钢盔 跨上冲锋枪 你见到狼照样哆嗦 那咱就咱呀 那日本正好就是一个狼 日本也没有这样 咱咱舞蹈的 就这么过来吧 那么清朝呢 这个北洋水素这个剑 这个这只羊 挂上钢匹 然后拿上大炮 见到狼还是 他内心已经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